有些球員他不是說你給他一場兩場 他就馬上進去狀態 他需要可能四五場去觀察這個檸檬怎麼打球 因為楊將來需要適應的 這輸手他今年在外線輸手100次 那今天兩邊的事物都偏多 二打一的快攻 給他把阿巴西拖車進來 雲豹第一節三次輸 特攻這邊也出現了 那這個體系來說 又是失誤 就不是太穩定了 我看到為佳奧很拚 這邊跟朱宇宙搶球 特攻拿到了球權 阿巴西鬆手關進 看到為佳奧很拚 這邊跟朱宇宙搶球 特攻拿到了球權 阿巴西鬆手關進 我以為他剛剛會拉 黃正 禁區非常的擁擠 再出現一個傳球失誤 前面下了圈輕鬆的跳籃沒進 艾德這有點烏龍 因為他 喔 這個就是他的水準 給他阿巴西 對對之後的第一個主攻了 這個臉這個臉 哎呀 我都要很小心 四五三六 阿巴西 跨步歐洲不進來正面打板 剛剛這種球都不會進的 現在的 高晴瑋 切底線 有出現失誤 對 比較大意 特攻的機會 前教練團來講都很頭痛 哇賽 他現在藍桶很痛啊 所以這樣比賽對兩位 兩邊教練團來講都很頭痛 哇賽 他現在藍桶很痛啊 他剛剛 他剛剛 分的差距 這一節 雲豹有機會得四十分 阿巴西先投一個三分球 縮小到十九分的分差 進入二十分內 結束 特攻今年一場球平均十分 只有九十分 但下面現在三減一定要八十四分 內 十二分 阿巴西 歪線出手了 差十四分 有聽到 有聽到 阿巴西 靠傳球 對 看到阿巴西 大轉身 三爪正面打敗 這樣也被阿巴西扔進了 對 難怪叫阿巴西 這場特攻跟雲豹的比賽 上半場 特攻在第二節曾經領先十一分 那第三節雲豹曾經領先二十二分 不過一次沒有放掉 回到十分差 只剩下八十七秒 阿巴西 用最快的速度來換兩分回來 但還是差八分 對